大家好 身穿白色夾克露出招牌笑容 林志穎歷經車禍後正式復出 新生中國實境秀節目 披頸斬棘的哥哥3 精神看起來還不錯 去年的意外其實傷得滿重的 一不小心就半身不隨 這是真的 我體重也掉了十幾公斤 基本上每個小時被叫起來 因為他們怕我整個意識不清楚 有什麼任何狀況 去年七月林志穎開特斯拉 在小兒子外出 經過桃園爐竹中正北路 突然自撞分隔島 撞車當下還起火燃燒 幸好路過民眾 及時將兩人拖出送醫 我來上的原因有很多 因為最主要還是要 謝謝救我的那些人 真的很謝謝你們救了我 讓我可以重新站在這舞台上 當時林志穎傷失嚴重 右手拖臼部腫瘡 將一度傳出可能毀容 而林志穎這回首度談到自己的傷勢 大家才知道她差點就癱瘓 那個疼痛 哇很難以去形容 你只要沒吃止痛藥 真的痛到 不得了 關門關前走一遭 林志穎回想當時在加護病房急救時 每個小時都會被叫醒一次 因為醫護人員很怕她一睡下去 就醒不來 註願一個多月積極復健治療 之後跟長達一年的時間沒有露面 若柔是靈魂透明清澈 再度站上舞台開唱 林志穎真的回來了 靜新聞縱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 今天剛才會在床一方面 將會某種壽星 Hindor 在瞞空擺增 頂為主導者